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 然而这里也是中国水网最为稠密的地区 金户高铁南端的线路 恰恰位于这个水网密集的地区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 要让高速铁路尽可能比直 同时要保证地基的稳固 这是摆在工程团队面前的两大难题 中国工程师想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500吨的自动驾桥机 能够提起超过自身重量近两倍的桥梁 独特的一体化设计 能够一台设备完成桥梁架设的各种工作 轻松穿过隧道 架设不同跨度的桥梁 这是中国工程师的杰作 凭借中国强大的桥梁建造能力 工程团队决定放弃传统的路基 让整条高铁都架设在桥上 丹坤特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桥梁 全长164公里 仅仅孔洞就多达4000多个 这段高铁不仅整个线路架在桥上 而且经过的车站也被放在了上面 其实丹坤特大桥只是全部线路的代表之一 全长1318公里的金户高铁 80%的线路都建在桥梁之上 这些桥机被打入到了地下数十米的岩层中 采用这种方式 中国的工程人员让路基沉降 控制在了毫米级的范围之内 凌晨两点 朱华军和他的同事 需要在高铁运行的空窗期 对丹坤特大桥的路基沉降 进行常规检测 两个小时内 他们需要获取16公里路基的沉降数据 大街数据在政府二十之内 在规定制之内 检测已显示的各种数据说明 轨道和桥梁的检测参数都令人满意 刘山和他的团队服务的高速列车 将从北京出发 四个多小时后 他们将到达一千三百公里外的上海 把你们汲车的东西都归入列了 然后把再上的东西都上齐了 好 谢谢 卫生间的镜面门看一下 然后呢 卫生间的卫生几本镜票看一下 看看说的那个消耗肥的补充情况 本屋车长站台街车 请您开启全列车门 穿行离北京与上海的高铁列车 每年运送旅客超过一亿人次 高峰时期发车间隔最短只有三分钟 这让金湖高铁成为了全球发车最为密集 同时也是最赚钱的黄金线路 警察们 先生们 三年运程坐高铁动车组列车 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 在如此高的发车密度下 要保障线路的高效安全运行 全仰仗于世界上最先进的 列车控制和运营系统 这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指挥中心之一 上海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这里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像今年2016年的春夜 我们在部分区间开到150队 达到最高峰 那么现在日均的旅客发送 光金户高铁本线 我们日均在30万人左右 包括金户高铁在内 多达4100多趟的列车 在这里被24小时实时监控 刘山所服务的高速列车 在这块监控显示屏上 只是一个移动的光标 目前在我们现在显示屏上 显示的就是金户高级的载图列车 北京南到上海洪桥 现在目前实施速度300公里 这是一套中国自主研发的调度指挥系统 从这里可以实时监控上海调度中心辖区内 663座车站和40多条线路 同时监控的内容还包括线路上所有桥梁隧道的状况 甚至包括每趟列车的车轴温度 行驶速度等实时数据 调度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把线路的运输效率发挥到最佳 然而除了这些 他们还要时刻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 多变了天气 在流山服务的高铁列车运行的前方区域 天气状况不容乐观 台风尼伯特让华东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和暴雨 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开始频繁报警 比较大 也在外面的人员 这个它有显示的 显示停运 但是这个报警系统它现在消掉 包括流山服务的高一七次列车在内 有六列高铁将进入这片台风影响区域 那个登记消息以后 赶快给我们信息 报警出现后 调度人员需要根据时刻变化的降雨量和天气情况 发送不同指令 指导司机运行 同时 他们还需要迅速编辑新的列车运行调整方案 此时 经过高铁沿线上 50多套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正检测着风速降雨量的变化情况 它现在准备了相当滑销 所有的数据将以毫秒级的速度 传送到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和全国的路网中心 台风的问题被顺利解决 高17次列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上海 在中国的高铁网络上 像这里一样的调度指挥中心 还有17个 2万公里的高铁线路 每天运行4200多列高铁列车 同时要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气候变化 中国高铁面对的挑战史无前例 然而 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出现 这让中国积累了海量的运营和管理经验 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 就像是一个地区的运营和管理经验 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运营和管理经验